兩億美金說要找您當副手這件事情 會不會來公佈說是國民黨的誰 什麼余姓商人還有紀將軍還有魏先生 打這場選戰就發現 喔哇這個騙子前課實在是太多了 我跟你講在那過程當中 什麼余姓商人還有紀將軍還有魏先生 我才知道說我們在當醫生很少遇到騙子 因為病人不會騙醫生 後來打這場選戰就發現 喔哇這個騙子前課實在是太多了 還有各種國際騙子都有 對我來講是這樣 這一頁就把它翻過去 反正都結束了 我們就認真地打贏選戰 可是現在看起來藍綠不想翻頁都去告發 就讓他們留在歷史上去 之前就是有時候有在這個場合講說 說要這個重啟這個 來沟通EGFA的事情 還有這個陸生哪一台就業 EGFA那件事情還是一樣 照2014年當時開洋化學院大家的共計 兩岸協議進入條例要先共 下一個才是討論後貌 這個才是胡貌 國家還是有SOP 我想大家就按照理性物質科學的態度 去解決我們國家面對的問題 這樣就好了 至於說大量陸生要進來一樣 也不會說一二三門戶東開 一定要先算一算我們的capacity有多少 要怎麼進來 所以凡事有一個計畫 都可以做 但是要under control 就是在共識之下來執行 你立島的民調現在 賴銷跟這個紅照都已經通過三成 但是你現在跟這個2018 民調是這樣 請大家要慎選那個比較可信的民調 為什麼? 為什麼會做了? 入口 муз 劉 劉 劉